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门区配饰系列 东青的沟边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 40号几系蕾丝 搭配24K包金材质配件 提升整体精致度 全套材料包可完成一对 耳饰 一只胸针及一只手镯 耳饰可选耳环款或耳钉款 成品趣致有形 可轻松搭配不同的着装风格 也可作为节日礼物或装饰使用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 整体分为果实和叶片两个部分 所有果实的制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叶片有大小的区别 分别完成足够数量的果实和叶片之后 再进行配件的安装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果实采用环形起针法 先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针针针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针针再次绕线拉出 拉紧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一个锁针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勾针绕线拉出 这就是一个锁针 接着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这时候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要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放一个记号 这里我们使用同时来做标记 针目就是短针上方V字形的两根辫子 将同时从这两根辫子下方穿过去 一定要注意找准针目的位置 接着我们在起针的线圈中继续勾短针 第一圈一共是五个短针 勾针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五个短针全部完成后 我们先放开勾针 从短针上方看一下 这样V字形就是一针 每一个V字形的这两根辫子 都是短针的针目 一共五针 接着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我们找到一开始记号标记的 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勾针穿过这个针目 也就是V字形的这两根辫子的下方 注意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上方 勾针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拉紧 注意引拔针一定要拉紧一些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勾针仍然从记号标记的这个 第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入针 注意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 接着勾短针 把记号从第一圈的位置转移到 刚刚完成的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这是为了方便这一圈结束时 找到引拔的位置 接着我们在刚才 同一个路针的针目内 再勾一个短针 也就是在第一圈的第一个短针上 勾两个短针 相当于完成一个短针加针 接着找到第二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同样勾短针加针 也就是勾两个短针 注意第二圈每一针都要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收进去 这是一个短针 在同一针上 再勾一个短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就是在第一圈的每一个短针 针目上都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十个短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完成 这里我们完成了全部的十个短针 可以从记号的位置开始数一下 一共有十个V字形的辫子 起针的线头收了一圈之后 这里可以先将它修剪掉 以免影响之后的勾置 接着找到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也就是记号标记的位置 引拔一针 结束第二圈 拉紧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三圈的起立针 然后在同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 转移记号的位置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短针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很简单 在上一圈的每一个短针针目上 不加不减的勾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十个短针 这里完成了全部十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针的针目上 引拔结束第三圈 拉紧 这里完成到第三圈 织片会向内卷 要将它向外 翻开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四圈的起立针 这里先将记号取下 第四圈全部都是短针并针 也就是减针 这里我们采用隐形减针法 过针挑起第一个短针的前侧的辫子 不是这样整个针目 注意看 是朝向自己的这一根辫子 挑起第一针的这一根辫子 接着再挑起第二个短针 同样是朝向自己的这一根辫子 这时候勾针上一共有三个线圈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来 再次勾线拉出 完成这个短针并针 同样在这个短针的正目上放记号 接着在上一圈的第三第四个短针上 也是分别挑前侧的这一根辫子 完成第二个短针并针 第四圈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完成五个短针并针 也就是每一针都是减掉了一个短针 这是最后一个简针 完成之后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引拔结束最后一圈 预留10公分左右线头断线 最后一圈完成后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要用针来进行收针 将线头对折一下 这样比较容易穿过针孔 接着按顺序挑最后一圈每一针外侧的一根辫子 也就是同样是朝向自己的这单根辫子穿过去 这时候先不用拉紧 每一针都像这样挑一下 每一针都像这样挑一下 五针都挑完之后拉紧 这样收针就完成了 将针从中心点穿回果实的内部 注意不要从下方正中心穿出来 找一个附近的位置穿出 稍微轻轻拉紧一下 从出针位置的旁边再找个位置穿回去 再从另一位置穿出 将线头修剪掉 捏一捏果实调整它的形状 接着来取出一个圆头针 从起针的中心点穿入 从收针的中心点穿出 注意这个位置可能不太好找 它和起针的位置是对称的 接着用尖嘴钳这个位置 来剪断提针 提针在一公分左右的位置剪断 接着取出圆嘴钳 我们来制作挂环 从针头的位置开始 向内卷一下 接着用圆嘴钳较粗的位置 将它弯成一个圆环 将底部挽回 折一些 这样果实的配件就安装好了 接下来进行叶片部分的演示 这里使用大叶片进行演示 小叶片的制作方法和大叶片基本是一样的 只是帧数和帧法组合略有区别 叶片采用索帧起帧法 先在左手上挂好线 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方 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锁针 大叶片一共勾15个锁针 小叶片是勾12个锁针 这里15个锁针完成后 取出一根15公分左右的铜丝 小叶片用10公分左右的铜丝就可以 将同时放在线和勾针之间 将同时和字片捏在一起 勾一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接着在第15个锁针 也就是勾针往回属的第二个锁针上 挑一根辫子 勾短针 注意 挑一根辫子 同时将同时放在勾针的上方 勾短针 接着我们要勾中产针 勾针绕线 挑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同样同时要放在勾针上方 接着勾针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再次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 接着勾长针 勾针绕线 挑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次勾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长针 接着勾一个锁针 然后挑起这个长针 出针的最后两个线圈 注意看 这个长针 最后出针的这两个线圈 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勾引拔针 这样一个锁针和一个引拔针 组合的一个尖角 我们叫它狗牙针 接着注意 在刚才这个长针 同一个入针位置 再勾一个长针 接着挑下一个锁针的辫子 勾中长针 在下一针上 勾长针 接着我们要勾长长针 勾针绕线两圈 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一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两次 最后再绕线直接拉出 这是一个长长针 在这个长长针的上方 勾一个锁针和一个引拔针 形成的狗牙针 接着在同一个路针位置 再勾一个长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上勾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上勾长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上勾长长针 勾针绕线三圈 穿过下一个锁针的辫子 勾线拉出 接着一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三次 最后再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三卷长针 在这个三卷长针的顶端 完成一个狗牙针 接着在同一个路针的位置 再勾一个三卷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上勾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上勾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上勾两个长长针 并在第一个长长针的顶端勾狗牙针 注意第二针是勾在同一个位置 在下一针上勾长针 下一针勾中长针 这里页片一侧的最后一针勾短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大页片的一侧的勾置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针勾内再勾一个短针 接着在这个短针的上方勾一个狗牙针 这个短针和狗牙针相当于叶片中心的尖角 接着我们调整一下铜丝 让它两端对齐并贴近叶片的中心 将支片转到另一个方向进行叶片另一侧的勾置 叶片另一侧的针法与刚才完成的这一侧是镜向对应的 所以第一针同样是短针 这里在刚才这个短针同一个路针位置勾短针 注意仍然要包围住这一侧的同时勾置 之后接下来的每一针的路针位置我们看一下 是在完成刚才另一侧的叶片时 调的所针的剩余的两根辫子 每一针都是调所针剩余的两根辫子来勾 与另一侧相对应的第二针是一个中产针 调第二针的所针剩余的两根辫子 注意这一侧在勾的时候将起针的线头和这一侧的同时 都要放在勾针的上方收进去 完成中长针之后下一针和另一侧对应是长针 一定要注意路针的位置不能看错 下一针是两个长长针 以及一个狗牙针组成的尖角 先完成一个长长针 接着勾锁针和引拔针完成勾牙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再完成一个长长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大家根据图解将叶片剩余的部分完成 这里完成到最后一个短针 刚好会是另一侧第一个短针 路针的同一个锁针位置 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 在另一侧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引拔结束 注意将继续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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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分枉图 续续 priorities 续续续续续终当下半腕针的路线 然后再演出保护续续续合线選擇ividade viktigt to do 大叶片一共完成三枚 全部都是用于胸针的制作 耳环和手镯都是制作小叶片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叶片滋干的处理 取出胶水 涂抹在叶片底端 接着用预留的线头这样子长绕 大叶片每一个先分别长绕出三毫米左右的滋干就可以 小叶片同样的方法长绕 小叶片要长绕大约一公分左右 我们需要做一个挂环 多余的线头可以修剪掉 长绕的一公分左右时将它向后或者向侧面将弯折 接着修剪掉多余的铜丝 要留一点点 补充胶水 将末端和起始的位置这样长绕在一起 这样就形成一个挂环 最后修剪掉多余的线头 用胶水固定好就可以了 将所有的叶片和果实都处理好之后 我们进行配件的安装 这是耳环 耳环比较简单 我们先取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用钳纸和开口圈辅助工具将它打开 将开口圈穿在制作好的小叶片的挂环上 再将开口圈 合上 接着取出耳环 这里叶片和果实的前后位置 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调整 这里我先穿一个果实 再将叶片穿到耳环上 注意叶片的正反面 接着再穿两个果实 果实的数量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 这样子耳环款的配件就安装好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耳钉款 耳钉款需要将果实的挂环打开 这里我们用钳子 将挂环向后打开 或者向前 注意一定是向后或向前 不可以向侧面打开 打开之后直接挂在耳钉上 在盒上就可以了 接着再取出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打开并挂在 另一枚小叶片上 同样 直接挂在耳钉的圈上 位置可以任意选择 同样要注意叶片的正反面 接着将开口圈 合上 将耳钉也安装好了 这样耳钉也安装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 胸针的组装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九字头的胸针 先取出一个果实 将它的挂环 向后打开 接着在挂环上挂6个果实 也就是胸针款 我们一共用到了7个果实 最后将 胸针的挂环放上去 再将 第1个果实的挂环 合上 注意这里一定要合紧 接着我们将胸针放在一边 先将三个大叶片做组合 这里三个大叶片的枝杆已经制作好了 将它们放在一起 用其中一个 用其中一个叶片的 线头 和胶水 将三个叶片 长绕在一起 长绕几圈固定好就可以了 接着调整一下 叶片的角度 将多余的 铜丝先修剪掉一部分 多余的线头也修剪掉 和胸针放在一起 确定一下 确定下叶片的位置的高低 补充胶水 长绕固定 这里不需要长绕太长 稍微固定好 将剩余的铜丝修剪掉 补充胶水 长绕道将铜丝遮盖住 就可以了 断线 固定好线头 这样胸针就组装好了 叶片因为用铜丝固定 所以都是可以调整的 按照喜好调整一下形状 最后我们进行 手肘配件的安装 同样非常简单 先打开一个5毫米的开口圈 在开口圈上 放3个果实 接着将开口圈 固定在手桌上 另外一个叶片 同样也是用5毫米的开口圈 固定在手桌上 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门具配饰系列 东青的 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